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1173亿元 而OTC市场上涨了1.04点 刷盘指数是141.58点 涨幅0.74% 成交金额是289.93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资深分析师马季强 马顾问 马顾问如何来看待台北股市昨天的上涨 好 凤星早 大家早 在一个多月前我们就跟各位报告 因为已经进入到所谓的这个出全息的旺季 那今年来看整年度的话 大概在六七八三个月 虽然是讲三个月 但大概实际的时间 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个除息的时间 大概会扣掉的指数是差不多430点到440点 那六月底的时候因为碰到了台积电 那七月份的话 这个地方大概有250点的空间会被扣除掉 那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我必须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之前提到就是指数会失增 那指数会失增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要判断不管是外资在旗子的部位的操作 或者说是对于整个这个加权指数的一个位阶 判断上就必须要做一下修正 那比较好的一个佐证方法就是说 你去看 第一个OTC 为什么讲OTC 因为我们晓得我之前已经讲过说 就是贵买指数的一个市场 因为它的市场规模是比较小的 所以通常来讲就是说 如果大户或者是主力要从市场撤退的话 它会先从OTC去做撤退 因为OTC基本上它的股本比较小 会有流动性的风险的问题存在 所以它如果要撤退不从OTC先撤退 等到大盘跌下来它就来不及了 没有错 这是非常正确的观念 所以它会先跑在这个比较小型的股票 就是我们常讲 就是这个打仗一样 如果要撤退 就是先把老弱富主先撤走 对不对 你不会先把大军撤走 那先把就是老弱富主撤退之后 才有可能撤退这个大军 那目前来看就是 第一个刚刚讲的就是OTC的话 你发现就是 指数目前还是在创高的一个过程 它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走弱的一个迹象 去挑战前波的高点 在四月中旬的这个高点的机会 看起来还是蛮大的 那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认为这个过去四月中的高点的机会 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是时间上的一个调整而已 那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就是0050 那为什么要讲0050 因为我们讲的0050 基本上它是台湾50 它所综合的是就是50大的这个股票 作为一个列为投资的一个基准 那当大盘在除息的时候 跟它并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0050有自己的除息的时间 所以它基本上来看 并不会受到其他的这些 所谓全职股的除息条件影响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台湾50 目前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也在三天前就已经创了一个 波段的一个新高 所以这两个架构条件之下 你可以看到就是对于大盘 相对来看它的一个失真的状况之下 你没有办法做明确的判断的架构之下 但你看到0050 就是代表全职股为主的这个股票 创新高的条件之下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含了这个OTC 也是创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后续还有持续体积的一个状况产生 好那这时候回来看看 就是在这个旗子的部位 那当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就是说 最近这个外资在操作旗子的部位 似乎并没有特别积极的一个切入 那这个高点就是在从这个六月份的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所谓的这个台积指 上一个月份的台积指结算之后 我们讲这礼拜三台积指要结算 对不对 上个月份结算的时候 台积指它的部位是在51,115口 那当时的指数是在10775点 注意到这两个位阶 那就是说从此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指数的最高的 这个多头的部位呢 来到了6月21号的53,695口 自此之后呢 就开始逐渐的往下做滑落 到昨天来看的话 这个所谓的这个期货的部位 多头的部位剩下4万1203口 那你会想说 外资好像操作上比起之前 已经减了1万口 并不是那么积极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各位记不记得 上一次这个台积指结算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刚刚讲到的 它的一个所谓逆价差部位 因为有要扣掉250点 对不对 所以当时的结算的时候 台积指的部位跟现货的部位 是差了250点 所以换一句话说回到重点了 我们刚刚讲是不是说 上个月结算的时候 大盘的指数在10775 那现在大盘的指数在什么地方呢 各位看到没有 是在10876 足足比上个月的台积指结算 高了多少 高了103 高了103点 对不对 所以更紧张的计算是103点 那103点再加上250点 这个空间就大了 等于多少 等于这个 353点 353点 所以多头 这个外资的 这个所谓多头的部位 它在这个月份操作 讲真的 它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加码的部位 它就可以从逆价差的收敛 到这个礼拜三的结算的话 它就赚了多少 300多点的这个空间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你说要它去大幅的加码 当然几率不高了 因为它现在得是以义代劳嘛 坐以代币 就是坐在椅子上 等待新台币就好了 它也不需要去特别的操作 所以在这个部位 就是投资品对于现阶段的 这个旗子的 这个跟大盘的指数的 现货的部位的 这个逆价差的一个收敛 所造成的一个现象 必须要一个新的管理 每年的这个时间点 一定会到八月份也会有 因为就从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台子 台旗子的这个部位 你看看像八月份的这个 价差 现在是10722 跟七月份来看的话 还有多少 130点的逆价差空间 所以下个月来看 基本上 它不会像这个月 这么样的一个 这个以义代劳 但基本上来看的话 还是有这个条件存在 所以我刚刚说过 就从这个外资的旗子部位化 我们判断也不能够用 刚刚所讲过去的那种 直觉式的说 它就是以当时的这个 价差 逆价差去做一个 核算的一个现象产生 这是要稍微修正一下的 好 那既然来看 对于多头的这个 不管是量跟价 我们看量没有大增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清楚的 现在就说 基本上来看 还算是不错了 因为昨天 拉出了一个 所谓开低走高的条件之下 那早上 早盘的开低走高 有一部分原因 但你说受到国民党的 这个所谓初选的影响 有没有 有 真的是这个影响 对应该是这个影响 但是最受关注的是谁 是鸿海 那鸿海昨天是 这个 当然大家晓得 郭总是落败的 在初选的这个部分 那他的股价 在开低是呈现走高的 那这个地方 到底鸿海会不会受影响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我认为只有短时间 那这个影响 可能在昨天已经反应完毕 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今年我们的上半年 今年整体的上半年来看的话 大家注意到一个讯号 就是说 这个受到中美贸易的一个谈判的影响 大部分 再加上一个所谓的这个 二月份的这个 年价的长价效应 对不对 在第一季 几乎啊 所有的公司都是呈现衰退居多 这是第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回头去看看鸿海 你看看鸿海 今年的第一季 注意到 他在今年的第一季的这个 EPS是1.43元 比去年的同期的第一季 1.39元 还是成长 成长了将近 0.4毛了 还不到 还不到一毛钱 但是基本上 他是成长 就是比去年的同期 第一季 那第二季 各位可以看到 他六月份营收 跟第二季营收来看的话 他也是创了 就是近历年来的 这个同期的新高 所以鸿海并没有真的受到 这个所谓贸易战的这个影响 显然鸿海在整个全球的布局 跟他的产业供应链的调整 是调整的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在这边跟各位讲 就是说 当大家认为说 鸿海会不会因为 郭董的这个初选落败情况之下 影响到股价 我认为不会 因为毕竟第三季来看 跟整个股价反映的是 产业的基本条件 并不是公司的经营者 已经他已经退下来 是不是成为一个所谓的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总统候选 我想这是其次的事情 再回到 大家知道这个礼拜 礼拜是有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法说 那从台积电的第三季 大家不要忘记 台积电是不是在两个月前 被外资降频 包含大绿光 甚至鸿海也是嘛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提到 昨天被外资降频的是谁 是国具 好那我在这边已经讲了很多次 我认为在去年大幅滑落了 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 涨价概念 就包含了什么 一个被动元件 包含二集体 MOSFIT这些 都是属于在去年 被大幅下修的这些 产业的这些公司 那当大摩跟美龄 去降频于国具的时候 我反而认为 投资品要特别 刚刚我所讲的一个重点 各位不要忘记 大摩在 或者是美龄这些公司 在一个多月前 也去降频了大力光 降频了台积电 降频了鸿海 可是你看到没有 这些股票有没有在破底 并没有 并没有 所以我刚才讲 当然不是要各位去买国具 而是告诉各位 从被动元件的条件之下 你可以看到像国具 最近这一个多月以来 外资并没有大幅的卖超 昨天是小卖了 900多张 但是在昨天卖超之前的 前三天 外资是买进的 那投信的这个地方 几乎这一个多月以来 也都是以买进为主 那当然我们来讲讲说 如果从被动元件去看的话 我反而认为像 2492的华星科 它的底部的形态 跟这个所谓的 2456的这个奇力星 这个地方我认为 它的一个线性价格 反而是比较好 所以我认为 包含了这个被动元件 这个地方 还是在做一个打底的阶段 那另外包含二极体里面 MOSFIT的话 你要去看到 像包含敦南 敦南也是之前 被外资在底部 大卖的股票 可是你可以看到 当这个外资 一旦歇手的时候 股价开始快速的 往上做扬升 所以我认为 这些都是产业景气 在下半年开始进入到一个 旺季条件的状况之下 那川普这一波呢 对于中美贸易战 已经暂时歇手 因为他已经发现到 打下去 对他并没有好处 对他什么没有好处呢 对他的竞选并没有好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放宽了华为 包含了大疆无人机 在这个情况 那如果在这个贸易战 暂时告信 我所谓的暂时告信 因为我不认为 美国会就此停手 因为后面还会有 很多戏给演 但是可以看到 他不会像之前 这么样一个猛烈 所以从这个架构之下 我认为电子股 在今年整个下半年的 旺季条件 还是会有一些机会 去做扬升的 所以这里面除了 刚刚我们所说的 这些股票之外 那尤其在半导体族群 这一波又再加上了 韩国跟日本的 这个所谓的贸易战 所以相关的族群 不管是在 深阳半导体 像最近的这个南亚科 包含了华邦店 还有甚至于像群联望虹这些 那甚至于相关的 这个族群里面 包含了这个所谓通路商 不管是雨瞻 金豪科 这些品安 我都认为 在这个计划 都会有机会表现 所以我认为 这个地方行情 不要在于 太过于在乎 大盘指数的涨跌 而是要看你的资金 是不是适时的流向到 有利的一个 在对于产业基本条件 跟筹码面比较安定的 这些个别的目标身上 确实是 我们要非常谢谢 资深分析师 马技巧马顾问